有些人的生活还不如一些动物 他们怎么会投胎人道 而不再畜生道受暴呢 这就讲投胎啊 是两种力量去使的 一种叫满意 一种叫饮念 饮念就是引导你的去投胎的 去哪一道投胎 那个业力叫饮念 那就是你临终的一念 就是饮念 你临终的时候 你是跟五戒十善相应 你能到人道 如果你五戒十善呢 很圆满 比如说达九十分以上 还有四无量心 你能生天道 那么如果临终一念是贪 放不下 情质很重 爱念这些身外之物 贪心 引你去恶鬼道 如果临终那一念是称慧 那么引你到地狱道 发脾气 带着这个脾气走的 那就是到地狱道 临终是愚痴的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干什么了 像很多老人痴呆症 那就是有这个问题 痴呆的 那就是畜生道 所以灵终那一念 关键 它决定你下一道是在哪里 这叫隐念 等你投胎了那一道了 你每一道里面都有 这个不同福报的众生 有的众生很有福报 比如说小狗 有的狗生下来没多久 给人宰杀 是没福报的 有的狗是宠物 哪一家人呢 全家人照顾他 那福报很大 那个是什么 满意 他临终的时候 于痴到了狗道 隐念是于痴 满意呢 他过去修的福很大 所以他当狗 他也修福 他也享福 甚至可能他的满意 比做人的那个满意还好 就是你讲到的 很多人可能生活条件 还不如那个狗 那狗那是天冷了 他有衣服穿 吃的狗屎也是很讲究的 有病 专门的宠物医院 天天主人给他刷毛 给他洗澡 给他换衣服 伺候的好好的 真的 他这个福报就很大 是这么个道理 就像是左朵一咱们 我一直都带来 线 闺